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 中国正在以包括设立防空识别区在内的各种手段 加强对有争议海洋领土的控制 美国也在加强协助台湾加入区域贸易组织 作为牵制中国的一部分努力 报道援引不具名的白宫官员消息说 台湾最早可能在2015年底前加入TPP 报道说美国与台湾当局 自2013年春天急悄悄地展开 关于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的讨论 而TPP现有成员间的谈判 预期最快今年春天就可能会有结果 针对这个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表示 他没有看过相关报道无法评论 不过奥巴马政府目前的贸易工作焦点 是要先完成TPP现有成员间的谈判 目前我们的目标是先完成12个TPP既有成员的谈判 TPP被设定为一个开放性的平台 只要其他国家愿意且能达到这个平台的高标准 那么他们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通过现有成员的同意而加入TPP 弗罗曼星期二在一场关于美国贸易政策的演说中表示 许多国家都表达过对加入TPP的兴趣 不过TPP现有成员必须先完成自己内部的资商 才能讨论到未来加入新成员的问题 有许多国家无论公开与否都表达过 只要我们所有成员都完成这个协定的谈判 他们也希望能被考虑成为会员 不过那些国家或经济体必须经过一个资商程序 来讨论有待解决的议题 确保他们能够达到TPP的高标准 而且我们每一个成员在自己国内 也有一个资商程序必须完成 就像以美国而言 我们必须先与国会和利益团体资商 才能够去谈未来让谁加入的问题 在美国进步中心的演说中 佛罗曼强调TPP的目标 是要所有成员都能提高劳工权力 加强环境保护 改善国营企业和保障知识产权 而这也将协助美国企业 在国际间有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再来点赞击 如果你们远天就能够发动了 一次再来点赞击 其他少认为理废料 最后码的发动就是 禁止咱们进步中心的